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Hi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视频啦 今天我们要挑战另外一道菜 叫做一锅煮完所有的食材 将米饭全部放进一个电饭锅里面 你看看好像太空锅一样的样子 其实它前面这里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功能 都已经写在那里了 它一共有18种不一样的功能 而且里面还有8个L的容量 8个L哦 基本上如果你一加4-5口的话 就非常足够了 你可以煮汤啊煮饭啊炒菜什么炒肉 都非常方便 而且那个容量非常大 8个L 平时我们在家煮的那种锅 可能才最多5个L左右 这个是8个L 所以如果你们在家一起玩具啊 要吃火锅在家里 就不用去海底捞吃啦 在家里就有人吃这个东西了 真的是 看为什么一颗番茄煮一锅饭 来看看我们今天要煮的这一锅饭 它的材料有什么 今天最重要的材料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米饭啦 可是今天我们用的那个锅 大概有8个L非常大的容量 你们就看嘛 你们家里有多少人要吃 然后你们就自己调整一下 然后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要有一颗 OK 要有一颗红番茄 因为等下呢 我们会把这个放在那个锅正中央 让它一起煮 煮得软烂 整锅饭就非常香了 而且呢其他的配料 你看到我这里有些土豆 有一些鸡肉 有一些胡萝卜之类的东西 其实呢 这些都是没有限制说你用什么东西的 OK 那鸡肉呢 其实我今天用的呢就是鸡胸 OK 那其实你们在家呢 用什么样的肉也可以 OK 可以用猪肉啊 鱼肉啊都OK 可是我认为 可能如果你用鱼肉的话 那个鱼肉就可能会在里面过熟了 对不对 煮出来就散散硬硬的 没有那么好吃 那还是建议呢 大家用一些猪肉啊 鸡肉之类还是比较OK的 OK 鸡皮先去掉了 我们这里没有用鸡皮 你们不健康啊 在家里煮不要 不要那么多 不需要的东西对不对 你把它全部都给切掉 那那个鸡肉呢 OK 现在我就把它给切 切成小块啊 OK 切丁 那等下吃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了 OK OK 我们给它简单的调一下味道 OK 酱油 调一调味料 等下煮出来的时候 那个鸡肉的 那个味道啊 就比较好咯 就比较鲜甜嘛 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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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马铃薯呢 跟刚才的鸡肉一样 可以切成小片 人家吃的时候 要容易入口的一个大小 把它切小片一点 小颗小颗的 这个呢 其实非常简单 一般咯 如果在家比较少下厨的小姐姐 其实也是非常容易 你只要会切切菜切肉 OK 你就把它全部给一锅断 那就OK了 非常简单 也不会说煮的你满身油烟啦 还是什么样子 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呢 现在呢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嘛 对不对 如果你只能在外面吃东西的话呢 你也不知道他们里面加了什么样的材料啊 你自己煮小孩吃的比较安心啊 也就是 在家里做工的妈妈呢 煮给自己的孩子吃的话呢 还是比较放心 那其实呢 这一个就非常方便了 而且很像我们搭配那一个多功能的 这个multifunction cooker的话呢 就更加更加容易了 好 有菜 有肉 有饭 可以了 一叉就是这样搞定了 好了 其实那样子的 我们的菜 准备的差不多了 OK 来我们先再剥个蒜 这个蒜呢 不用弄它太细太强 因为等下我们会把它跟那个 肉跟饭一起煮 它就变得整个软软的啦 OK 它就非常容易 呃 起碰 我差点忘记了 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要换一个 胡萝卜 然后我们马上就把它切一下 其实呢 今天我也是 特别用心的去搭配这些颜色 那等下我们煮出来呢 胡萝卜 绿色的样子 看着就非常非常的堪力了 好 那我们呢 准备差不多了 快点来看我们的锅 Instant Multi-Function Cooker 看着就非常帅 你看 非常大的容量 可以装8个L 8个L的容量是什么概念的 基本上是够你五六个人一起吃火锅的一个容量 OK 如果是煮汤啊 或者是炒菜的话 绰绰有名 而且呢 我们来看看它前面这里啊 它前面这里 哇 一把它按开了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没有 旁边这里啊 它的各种各样的Function 已经全部弹完出来了 来看看这里啊 旁边有非常多不一样的Function功能啊 好对不对 其实呢 它这个已经设好18种不一样的功能了 所以里面呢 包括炒啊 或者烤肉 或者你要煎东西 烘面包 烘蛋糕 或者你拿来炸 OK 你可以把它全部装满油了 拿来炸东西 而且你还可以拿来做火锅 OK 可以拿来爆 popcorn 可以拿来弄这个YOUGURT OK 弄粥 弄饭都没有问题 它里面已经设好那个温度 还有那个时间了 基本上 如果你要 嗯 搞什么 因为如果你说你要弄YOUGURT的话 可以来我们来安安这里 好 上到YOUGURT的话 Let's say你今天是用YOUGURT的话 你把它弹到这里 你放START OK 时间 因为时间还有温度 它都帮你调好了 OK 然后时间到了呢 它就马上关店 你不用怕着火 还是烧焦什么样的问题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现在今天呢 我们马上开始用我们的锅 来弄我们今天的饭吧 先把我们的饭也放进去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工作室的人 吃饭是比较少 所以我们饭也放那么多 那其实你看这个锅 刚才说的嘛 非常大的能量 你可以放可能三四倍 给全家一起吃 做作用 OK 然后把刚才切的这个 马铃薯 放下去 来刚才切的这个蘑菇 哎呦 我怎么没把它掰散 我先把它给掰散 OK 摆散了 比较吃又容易啦 太大块已经难吃了 OK 然后再放一半 刚才腌好的鸡胸肉 好嘞 OK 然后呢 还有刚才切好的 胡萝卜丁 还有蒜头 它基本上呢 就跟一般煮饭一样 可是哦 因为我们这里 有放别的食材嘛 对不对 你要确定 我们所有的食材 都弄湿 然后呢 均匀 然后味道才会 怎么说 一边咸咸 一边没有味道那样 就非常尴尬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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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般煮饭那样的 程序就OK了 先把它弄均匀了 OK 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 呵呵 嘉宾呢 就出场了 就是我们的番茄 咧 现在呢 就把它的头给切掉 把它的头给切掉 切掉 好 轻轻的画几刀 然后呢 OK 把它摆在整个锅的正中央 你不用担心 它会怎么样 搞得奇奇怪怪 OK 因为其实呢 这个 这个番茄 在煮的时候 你看 非常软烂 然后跟别的食材 参在一起呢 简直是一极棒 好 好 你先拿来再搅一搅 好 好 那我再下一点点点 点 好 好 好 那 调味料调好了过后呢 我们马上就来看看 好 前面这里呢 它也是已经设好了一个 煮饭的一个功能了 嗯 开始吧 盖子盖上 我们的饭已经弄好了 我们快来看看 我们起来就很香的感觉 就各种食材的味道参起来 哇 整个房间都是香气的 来来来 我们来打开看一看 哇 看到了没有 那呢 OK 那我们中间这个 这个红番茄已经煮熟了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把它压碎 嗯 给它扁了过后呢 整锅 给它翻一翻 看到了没有 那其实我们刚才用这一锅来煮饭呢 每一颗饭都晶莹饱满 非常好看哦 我们把这个红番茄搅一搅 均匀 就这样营养均衡又美味的一餐就搞定啦 OK 非常简单哦 如果你是一般 一般非常忙碌的上班族的话呢 那这一餐就非常适合你们了 好 这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 Instant Mousticooker煮出来的一锅饭 希望你们在家也能试试看哦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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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